蔡英文民调每况愈下 民进党大佬们蠢蠢欲动 吕秀莲更是接着去泰国遭剧 批评新南向政策不到位 这些放话有什么目的 与此同时 吕秀莲还接过高雄方面的话查 再度提出蔡英文应该考虑 所谓特赦沉水扁 否则选民会不高兴 蔡英文会因此松口吗 台湾时视频论员张有华 蓝轩有独家观察 国民党主席选举提前开跑 好无助各战伸手展开布局 吴敦义更是抢下头箱 第一个端出了党务革新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外界打几分 国民党18位青壮派民带 罕见召开记者会 呼吁党主席参选人 倾听民意并重视两岸关系 如何解读他们的举动 台湾时视评论员张有华 蓝轩为您深入解析 吕法华侨在巴黎家中 被法国便衣警察 开枪射杀事件持续发酵 当地时间29号下午 死者家属在律师陪同下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强调自己的父亲不是酒鬼 也没有精神方便疾病 当晚巴黎华人华侨再度聚集巴黎市政厅广场 举行悼念活动 部分情绪激动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 东南卫视记者亲力现场发回报道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完美好赚六鬼副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 六鬼刘剧名播出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方面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任急于将满周年 近来却诸事不顺 不仅政绩乏善可陈 民调也是每况愈下 让绿营人人都自觉有权力 可以给蔡英文下指导旗 其中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 便频频放话 她一边因访问泰国遭拒 切得指控当局新南向政策不够完善 同时又再度放话 要蔡英文进行所谓特赦陈水扁 否则很多选民会不高兴 据团媒体报道 29号 部分高雄市议员重提所谓特赦陈水扁 高雄市长陈菊也表示支持 一向力挺陈水扁应所谓特赦的 吕秀莲则进一步提醒蔡英文说 如果觉得民进党自己人可以委屈一点 只想讨好别人 很多选民会不高兴 同一天 吕秀莲还前往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 发表演说 针对日前遭泰国拒发签证一事 批评泰国是个不入流的国家 他呼吁台外市部门 对此事不能轻言放弃 一定要给他一个理由 吕秀莲随后话锋一转 强调说 蔡英文当局如果真要推行南向政策 必须先确保台湾民众履行了自由 安全及尊严 对此蓝绿民代却不以为然 泰国在这个时期 事实上对于台湾政要的访问 是持比较保留或者玩具的这样一个态度 但是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说 对泰国说出说 它是一个这样不入流国家的这样一个说法 此外吕秀莲还对2018年台北市长提名有意见 他直言 这回民进党一定要提携自己的候选人 不可再礼让 如果这次民进党再不提名 就是自我回损 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清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杨阳 首先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今天来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有华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时事评论员蓝轩女士 蓝轩姐好 清林好 大家好 民进党方面最近相当的热闹 我们就不用说面对天天抗议的这些抗议活动了 这个内部也是明里暗里的斗争非常的激烈 蔡英文的民调是一直的下滑 最新的民调显示 也是看到是每况愈下的一个状况 民调的持续下降的原因 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有过很多的分析 我们来谈谈在这样的低民调的情况之下 党内同志们的一些表现 首先是大佬们的蠢蠢欲动 这些深绿的大佬不断的出招或者是放话 她们到底想蔡英文怎么做 我想当然要看不同的人 是谁说话 她当然她自己的动机跟目的可能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吕秀莲 吕秀莲的话事实上 对吕秀莲我认为她自己其实对于权力 还是没有完完全全忘情的 那所以呢对于吕秀莲来说的话呢 她可能本身 她可能包括不管是批评蔡英文 或是说不管是这个声援陈水扁 都有她自己想要去争取更多一些呢 独派的这个选民支持者 支持她的这样的意味存在 回到现况的一个现实就是 当蔡英文自己本身的权力基础不够稳固的时候 也当她的民调本身受到大家的支持的状况 不够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党内外的挑战 跟一些批评跟压力 事实上是分治她来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蔡英文来说 她自己必须要非常警觉 这样这个权力松动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她可能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端倪了 我们再来收回吕秀莲 其实刚才来讲了很多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吕秀莲是一个永远都乐于刷存在感的一个人 包括当时她自己说自己是深功怨妇 其实你也不能改变什么 但是让媒体有东西可以报 但是最近她不仅刷了存在感 她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所在 比如说去不了泰国 说泰国是不入流的国家 但这个对于一个曾经当过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来讲这种话 有点不恰当 但她批评民进党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做的是不太到位的 而且也指出了新南向的一些政洁所在 有话你怎么看这个吕秀莲的这些说法 吕秀莲为什么那么火 是有几件事情 就是说吕秀莲认为你民进党怎么可以为战先败 所谓为战先败 吕秀莲说既然这样子的话 你民进党在台北市没有人出征他愿意啊 那这个被民进党内部尤其中央党部是冷嘲热讽的一番 这个让吕秀莲耿耿于怀 所以说他骂泰国其实是骂新南向出的是这口气 而不是说不能去泰国那口气 还有一个就是说以台湾跟泰国之间的关系 像包含王金平啊 还有包含其他人通通都已经去过了 那为什么呢 我去泰国他不欢迎我 况且给我南开干脆不发签证 那主要你这个李大为你到底你在干嘛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他认为李大为没有尽心尽力 是不是受到蔡英文的指示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他讲的是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事实上你们都忽略了 第一个人提的不是蔡英文啊 第一个人提的就是他了 真正提的是他 各位去看他三册的回忆录里面 他说他当年在印尼 他当年如何闯那个泰国啊等等啊 这一些他说没有新南向的时候 我都进得去反而没有新南向怎么进不去 所以就这三点你来看 吕秀莲他根本是在指伤骂槐 他骂的是泰国事实上他白脸色是给谁看 给蔡英文看的 你对我这样子你就极有可能对其他大佬们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吕秀莲讲这句话是一箭多雕啊 还不是一箭双雕 而且代表了某一个群体的某种不满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台南方面啊 这个刚刚辞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前名代李俊逸 最近是控告现任台南市长赖清德等人独职 被人质疑是为了选举台南市的市长 尤华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李俊逸的做法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嘛 本来赖清德是要北上接任蔡英文身边重要的两个位置 一个是府秘书长 一个是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但是被赖清德婉拒 那赖清德为什么婉拒 因为蔡想指定一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 那刚刚好这个人选跟赖清德之间 过去是有权力上的冲突 所以赖清德婉拒 当赖清德婉拒 第一个你就断了谁的 李俊逸的路 因为李俊逸他出不来主要是赖清德挡在那个地方 不让李俊逸进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告赖清德赌制 因为他告了赖清德赌制 就是他可以间接警告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谁黄伟哲 第二个人叶宜津 第三个人陈廷飞 第四个人还有王定宇 每个都不是擅长 对 那他主要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当年 当年透过民调的优势纷纷去选了所谓的明代以后 现在还没认满你又要回来 所以李俊逸的看板不是写吗 做好做满吗 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人统统排除掉的话 那下一任谈谈市长应该就是他 所以所有人看到李俊逸站在这个里长旁边 去按铃提告赖清德那一幕 让很多民党也让别人刮目对民党 你看真的就是这样的 外斗很内行 内斗也依然是很厉害的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现在已经进入白热化了 因为开始交钱了 领表了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庆林 我们再来关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消息 国民党29号起开放党主席参选人 提前缴交200万元新台币的作业费 并且领取党员的名册 代表党主席选举呢是提前正式的开跑了 其中参选人吴敦义是抢头箱 在29号就针对如何改革国民党 公布了第一份的党务革新白皮书 据台湾媒体报道 由于新党员个人资料 有提前外泄的状况 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 29号起开放参选人提前缴交作业费 并领取党员名册 党主席选举由此提前启动 当天上午 郝龙斌以电话方式向党主席洪秀柱请假参选 而寻求连任的洪秀柱阵营 也在当天展开 祝你幸福号联署卡车首行活动 未来17天也会巡回全台各地 与此同时 另一位参选人吴敦义则举行了记者会 公布第一份党务革新白皮书 提出改造国民党重返执政的愿景与规划 吴敦义提出国民党组织再造方案 首要目标就是深入校园 恢复对青年人才的吸收 党务革新白皮书也指出 未来党要强化人才培养和理念论述 最重要的是党要结合民意 这场国民党主席选举六强争霸 选情异常激烈 让国民党轻壮民代萌生忧虑 29号18位国民党籍民代召开记者会 呼吁所有参选人停下来 倾听基层与党内的声音 要温度 要温度 要对话 要人才 这些轻壮世代民代呼吁 党主席选举不要撕裂国民党 未来面对两岸路线等五大挑战 包括如何重现国民党在两岸关系的关键地位等 希望各参选人能正面回应 我们再看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参选人之一的 吴敦义29号举行的一个记者会 公布第一份党务革新白皮书 提出改造国民党重返执政的愿景和规划 白皮书里面说 它将会恢复校园的党务工作 吸收青年人才 强化组织再造 其实这个举动还蛮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因为大家都经常批评说民进党要国民党退出 校园就退出了 可是他们自己进去了 可是现在国民党就说能进去就能进去吗 很难 就我所知 从1997年以后 你民进党就有组织的去做一个宣打 我们举一个例 蔡英文接了民进党的党主席以后 各位晓不晓得 他到校园讲了几场 据我估计讲了78场 蔡英文他走下党主席的宝座 他直接到大学里面去演讲 那吸收了不少的党员 那从民进党这个做法 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如果国民党你要仿校 蔡英文的那种做法的话 那就对不起 你这个政党怎么可以介入校园 对不对 民进党他向来是两面光 所谓两面光 那我做可以 那你做不行 那吴敦毅今天谈这个 我就必须要跟吴敦毅讲个一声 你要有组织 你要有系统 你要透过学校的社团 帮你安排这些行程 你进校园比较容易 因为毕竟你不是当年的蔡英文 而国民党的气势又这么弱的时候 你如何去吸引年轻的票员 那第二个 你国民党的年纪慢慢的老化 现在出来竞选的 至少都是已经超过六七十了 将近那个六十以上 所以今天国民党你要恢复 青年人对你的信心 你还是要拿出一个 培植青年人的培育计划 你才有可能进入校园 不然的话 你纵然进入校园的话 这些年轻人会不会跟随你 我是打一个问号 今天关于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还有一个比较令人关注的新闻 就是国民党青壮世代的明代 希望党主席选举不要再吵架了 回归到政见的辩论上来吧 他们也提出了五大的问题 希望现在的六雄来回答 包括像是整个台湾未来的愿景 怎么回应民意 两岸路线 遇才接替 选战布局等等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现在就国民党来说 真正最接近人民 由人民支持出来的人是谁 就是民意代表 所以他在党内的发言权 跟发言权权 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坦白讲 我一直认为国民党的立委 过度的消极 而且在这一次 党主席的选举当中 也没有人完全的 真的能够去集结 争取这些所谓的 realidade 立委的支持 可以看 三十五个立法委员里面 已经有十八个出来 联名发表这个声明了 等于是一半的 一半的 这就代表说 他终于在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受不了了 德布在这个时候 回过头来告诉你说 你们别再乱了 别再打泥巴战了 连理念跟路线都没有说清楚 就直接先肉搏 这哪像话 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些民意代表们 他们绝对有权利 去挑战这些党主席的候选人 因为其实除了他们之外 我请问一下国民党 谁有民意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的选举 真的就是自己打得自己高兴 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我是认为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你反映出来说 这些立委 先前我觉得他们太过消极 太过懒散 觉得好像不想理不想碰 而且他们跟党中的关系一直不好 那现在终于也体认到说 国民党你自己个仅有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不能够真正的 积极整合相互挑战进步的话 其实国民党选择的主席 没有什么意义的 坦白说 是 好 谢谢两位的分线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州电影博士 好的 谢谢太辩博士 完美好赚六桂福珠宝 本来我们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 六桂福剧名播出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旅法华侨在巴黎家中 被法国便衣警察开枪射杀事件 持续发酵 当地时间29号下午 死者家属在律师陪同下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强调自己的父亲不是酒鬼 也没有精神方便疾病 当晚巴黎华人华侨再度聚集 巴黎市政厅广场 举行悼念活动 部分情绪激动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 东南卫视记者新立现场发布报告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杨 完美好赚六桂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 六桂福剧名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旅法华侨在巴黎家中 被法国便衣警察开枪射杀事件 持续发酵 当地时间29号下午 死者家属在律师陪同下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强调自己的父亲不是酒鬼 也没有精神方面疾病 当晚 巴黎华人华侨再度聚集 巴黎市政厅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部分群众和全副武装的警察 发生了肢体冲突 来看东南卫视记者 从法国传回的报道 26日发生的中国公民在法国 遭警察枪击生亡的事件 持续发酵 即27日28日晚的示威活动之后 今天29日 在这个巴黎的市政广场前 越来越多的人们也聚集在这里 表达自己的愤怒 现场有不少法国警察 手持盾牌戒备 和一些情绪激动的华人 爆发肢体冲突 警察最后使用了 催泪瓦斯驱赶人群 并逮捕了一些人 记者在现场也被波及 一度因吸入催泪瓦斯 而呼吸困难 最后凭借记者证 才得以脱身 而在更早之前 死者刘先生的家属 在律师的陪同下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死者刘先生的女儿表示 其父亲在被射杀前 没有袭击警察 他不是酒鬼 也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看到和听到 是在一刻 我站在我的床 有一刻 门开始闭嘴 越来越厉害 然后我出现 这件事很快 我父亲在闭嘴 我正在闭嘴 打开翅膀 到右上 左上 然后闭嘴 闭嘴 从前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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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親真的試著扭開門 然後門開了一遍 然後門開了 這件事在幾個小時 然後門開了 我父親已經在地上 他的腳已經在地上 他沒有遇到這個警察 他還沒有遇到時間 因為他已經在地上 這就是我再說 這就是我再說 劉先生家屬的律師強調 事發當天劉先生在家裡做飯 警察忽然暴力進入 隨後傳出槍響 他指出 檢察院已經表示 會在本周末或下周初 對此案定性 下面進入今日重磅環節 在美韓代號為要因和關鍵決斷的 聯合軍演持續進行的同時 日本也不忘借機掺和一把 日本海上自衛隊本月兩度 和以美國海軍核動力航母 卡爾文森號為中心的航母戰鬥群 進行聯合訓練 媒體普遍解讀此舉 意在震懾朝鮮牽制中國 據環球網援引日本共同社的報道稱 27號到29號的訓練 是配合美方卡爾文森號航母 結束美韓聯合軍演後 沿東海南下而實施的 日本方面則派出了西利 五月雨 細波 海霧 以及幫霧號五艘護衛艦 三天的時間裡 日美雙方進行了戰術確認 和通信訓練等內容 不過據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介紹 本次訓練 未包含安全保障相關法的內容 據老解 同樣的訓練 在7號至10號也有實施 據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本月11號發布的消息顯示 當時美軍第15驅逐艦中隊精銳進出 投入演習的美軍艦艇及裝備 由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領軍 此外還率領了 伯克級導向導彈驅逐艦貝瑞號 費茲傑羅號 史塔森號 麦康貝爾號 穆斯丁號等 日本海上自衛隊 則有兩艘護衛艦參加 演訓項目包括反潛戰力測試等 有效改善陸海空三方面 美日兩軍執行偵測定位等任務時的 協調與互操作性 日本產經新聞29號稱 日本海上自衛隊與美航母戰鬥群 一個月內在東海實施兩次聯合訓練 此舉實屬罕見 美日亦在藉此 對外彰顯同盟關係牢固性的同時 還亦在對不斷在東海南海活動頻繁的中國 進行持續遏制 好相關話題我們來連線 北京遠博士的實事評論員宋小軍先生 27號至29號 日本與以美國海軍和動力航母 卡爾文森號衛中心的航母戰鬥群 在東海實施了聯合訓練 那麼日美的這種聯合訓練 主要有什麼樣的內容 在軍事上又有著怎樣的訴求呢 聯合訓練呢 應該說覆蓋的內容是非常大的 當然這一次呢 它主要還是跟這個 航空母艦的編隊來進行訓練 我們知道這個日美安保條約 下面有一個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在2015年呢 又重新修訂了 那麼這裡面規定了非常細的 這樣的一些任務 比如說美國的航空母艦編隊 如果在執行這個 一般的戰鬥部署的時候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的艦艇 要為它提供相應的這樣的任務 比如說反潛 比如說防空的預警等等 那麼這些科目呢 都要平時在一塊磨合演練 也就是說2015年之後 賦予了日本海上自衛隊 更多的保護美軍的這樣的任務之後 那麼他們在各個領域裡 包括航母的編隊的作戰部署的 這樣的一個配合 當然可能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反潛啊 其他的陸戰隊啊 那麼這一次呢 他主要還是要配合 美國航母編隊的這個演習 日本海上自衛隊 與美國航母戰鬥群 再次在東海聯合訓練 一個月內 日美就舉行了兩次的聯合訓練 而這次訓練 還增加到了五艘護衛艦 這其中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呢 日美為什麼加大了聯合訓練的密度 日美加大聯合訓練密度呢 跟2015年雙方召開的這個二加二會議 也就是外長和防長會議 確定的日美安保條約 當中的一些條款是有關的 那麼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個日本今年就要修憲 然後已經解禁了集體自衛權 這樣的話他就要承擔更多的一些任務 那麼這些任務呢 原來是由美軍執行 那麼同時呢 就在這一次的今後呢 就會交給日本 那麼日本一旦這個完成了修憲的話 那麼他可能會承擔更多的任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知道 美國海軍現在目前面臨著一個 比較大的財政的缺口 那麼這個缺口呢 可能會持續到2019年 因為2017年和2018財年 兩個財年的這個經費呢 雖然特朗普提出來了這樣的一個增加 但是國會的反彈非常大 到目前為止2017年的經費 現在還沒有批 現在用的是臨時開支這個協議 那麼臨時開支協議到4月28號就到期了 最近美國海軍已經開始要求國會儘快批 否則的話他有14艘艦艇 沒法進入修理 有海軍陸戰隊有一半的飛機 是沒法進行飛行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日本要表現出來一種雪中送炭的東西 於是把原來的這個雙方的訓練的強度增加 而且主動要求來承擔更多的責任 那麼承擔更多的責任就要有一個交接 那麼這個交接過程呢 自然就是每日之間的這個聯合訓練就會比較多 好的謝謝宋先生的分析和臉評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豐富的兩岸資訊 您還可以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或者搜索關注海峽新幹線欄目 官方微信號 東南衛視台海資訊帶節目 365天帶您直擊新聞現場 歡迎鎖定每天中午12點播出的海峽五報 和每天晚間22點播出的海峽新幹線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楊楊我們明天再會